來 請選擇 2 1 1 3 2 這顯然年輕跟老的世代選擇 真的沒有老的 前面 妹妹 你們不對喔 我們餓喔 為什麼 為什麼你們會選餓 鮮渣耶 鮮渣的外面都是那種糖的泥 都是砂糖耶 你確定 當然確定 除非這一家是買到不對的 那個年到不行 吃看看是不是 它外面一層通通都是糖 而且小時候只要 然後吃到阿嬤都會說 吃甜甜就不會苦了 對啊 吃中藥的時候 對 好懷念的口味 可是我早 以後 總到時候都不敢吃耶 而且這個很好吃 這個很好吃 這個吃一吃你的那個 褲子這邊都會掉一堆砂糖 對啊 那個是砂糖嗎 是砂糖 還是它的屑屑 沒有 砂糖 是砂糖 它這個改良過 它這個比較沒有 在砂糖在表皮上面 在表面上面 等一下 它是用甜的啦 沒有人這樣啃 沒有人這樣啃 當然上錄影的時候不能可以含 好 不好意思 但甜度OK 這個甜度我覺得它有調整過 小時候的好甜喔 所以現在還好 現在OK 然後因為我覺得 一定不可能是五香蒟蒻 這個先刪掉 因為蒟蒻本身不甜 然後五香是鹹的 冰莓我們很愛吃 像我就是之前去看電影 我都會吃三四包冰莓 三四包 因為我好喜歡口腔清新的感覺 它很酸酸的感覺 隨時等男朋友 因為口香清新 因為你隨時會有 有人可能要親吻 親吻你就對了 誰 你想太多了 不好意思 我為什麼要看電影 旁邊的摩托車 借親一下 我都在做準備 對啊 這個準備 先辦好 對 我以前吃的 小時候吃的是 它有一點偏紅色 然後我們 我們愛用先感 然後它還有放色素的 對 嘴巴會紅紅 會紅紅 然後舌頭還是偏紅紅的那一種 可是這個 我吃起來好像它有改良過 可能沒有那麼糖 而且可是我只是 沒有那麼甜 沒有那麼甜 是名詞還是形容詞 影響了腦力 怎麼會這樣 我剛剛有下去 全部都是砂糖 感覺 就是全部都糖 一顆一顆的 很明顯 你一定是餓 就是鮮渣果 好 前排 你們通通認為是餓就對了 對 就是餓 後面沒有人看好餓 他們沒有吃過鮮 這邊是一根三 有吃過嗎 就是冰梅 我想說它應該是要釀造 然後 釀造 就會放糖一大堆這樣 不然它會很酸 對 對不對 就是外面賣的應該都是甜的 對 所以這三個到底是哪一個 最甜 好 其實我覺得今天這個是製作單位 故意要放誰 因為我就說這明明就二 對啊 是不是 但是我突然發現 其實後排還真的是選項不同 所以其實最甜的就是真的是鮮渣果 我們同樣都用100公克來看 是 酸梅的話 後面排的這個叫做五顆方糖 是 這個是後面的方糖其實是100公克來看 但是我們這個一包的時候 它是一顆方糖 然後再來看另外一個 有一個蒟蒻乾 你說蒟蒻乾 很多減肥的人都吃蒟蒻乾 對啊 對不對 這怎麼可能 多少糖呢 對 一樣100公克的量對不對 所以一樣100公克的時候 它有八顆方糖 八顆方糖 但是這一包其實也有 這一包七顆方糖 你怎麼想像到 很快 所以其實減重的人 真的很常會吃這個 那有時候它會卡在某個關卡的時候 瘦不下來 你去檢查你就會發現 其實它常常的零嘴就是蒟蒻乾 它把這個拿起來以後 就像你說的T脂肪就會下降 對 對 就是會有差異的 不得了 好 再來 對 這個在100公克的時候 我們後面的是14顆方糖 看一下 背負 但是一包也有12顆 這一包有12顆嗎 這一包這麼小包 所以一般這種市售包裝的 那個糖動作 都是最少5顆以上 差不多 差不多這樣對不對 可是這樣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去買這些東西 它不會跟我們講 我們這個 零食裡面有幾顆方糖 它不會告訴你 對 我們要自己去判斷 所以我們要變 所以我們節目就這麼重要 而且其實應該要看一下 後面的成分或是熱量 各方面的標示對不對 對 而且這樣仔細看就會發現 有些成分 都是看不懂的字 總之就是一些 大家可能不太知道的成分 加上糖可能會造成一些 健康的危機 這一類的 大家想說這類的甜味 大概來自哪一個是 蔗糖 果糖 因為它要很甜 所以我剛剛講那種最不好的糖 它會讓你變成肥胖 事實上你剛剛念了一大堆 那些化學名詞 大概就是一些調味劑 然後調酸酸甜甜的 防腐劑 防腐劑讓它不會壞掉 然後我們講說它還會再增甜 一些人工的一些香 我們講說一些甜味劑 然後一些香精防腐劑 這類吃進去之後 我們講說這類 其實你可以觀察一個 小朋友喜歡吃零食 你就會觀察說 它有很多奇奇怪怪的症狀 第一個它很容易過敏 很多小朋友那是什麼 異味性皮膚炎有沒有 然後什麼支氣管炎 很多一直流鼻涕 你後來發現 你只要把它的臨時 給它停掉一段時間 這些症狀都緩解 這個是一個其中很重要 對 臨時 臨時因為很多的東西 會誘發它的一個過敏的體質 第二個 小朋友 這一類的小朋友 老是無法專心 他們很容易一會兒跑跑摸 就是我們講有一些過動 然後沒有專注力不夠 這個跟這些我們講說這些防腐劑 香精香料 這個相關 另外一個 小朋友吃了這些東西 這很容易飽的 因為它讓你變成一個飽足感 它正餐就吃很少 會造成這些都沒有 纖維 水果 蛋白質都沒有 會造成說它營養不良 就變成只是一個過胖兒 然後營養又很糟糕 免疫力很差 很容易感冒 當然這些 所有這些 我剛剛講這些化學化合物的成分 很傷你的肝臟跟腎臟 吃多之後可能一些肝功能 尤其是如果說你先天就有一些 糖尿病或說一些高血壓的 肝腎功能事實上都很容易受傷 如果你這樣講的話 那代糖是不是就 代糖 代糖 代糖是什麼東西 代糖它這個叫做我們一個 低熱量的甜味劑 低熱量甜味劑 它沒有任何的營養 它只是讓你吃到有甜的味道 所以它熱量很低 我們一般會使用在 比如說我糖尿病或肥胖的人 我們要讓他吃點甜的 但是又不要吃到過多的熱量 就會用代糖 但是代糖能不能吃太多 代糖有分人工的代糖 像最有名的阿斯巴田 阿力田 那些叫做人工代糖 那是合成的 那有一些天然的一些代糖 什麼早晶 菊晶 菊糖這一類 早晶 菊糖這一類 這個是從合成的 但不管它熱量都很低 營養都很低 那一般人 我是建議除了有一些糖尿病 或是有一些熱量 要控制之外吃蛋 其實他們有曾經做過事情 我們一般人來吃代糖 我們就不要吃這個糖行不行 他們後來發現代糖一樣 是會把你的那些代謝症候群 高血壓什麼 一樣是機率整個拉上 所以一般人也不需要吃代糖 那這個碗瓶 還有什麼樣的東西 它那個吃起來 可能你覺得不甜的東西 其實我們要小心的 我們就都一樣用方糖去整理 一樣100公克 因為大大小小包裝不同 我們都用100公克去看 你看有11顆的方式 天啊 我超愛吃的 這超誇張的 對 就是其實很多很多的女生 我們不是只有愛吃蛋糕甜食的甜 其實像這裡頭也會 然後再來好 有些人他就會說 妳老師 我都沒有吃甜的餅乾 可是我吃雪餅 我吃這個海苔小卷餅 海苔小卷餅 就是有一種日式的就是 像小米果中間有個黑白 對 感覺就是鹹的 然後再來就是像米果 米果就真的感覺 雪餅你還會覺得有點甜有沒有 米果其實基本上 你不太覺得甜了 米果就是有個早上喊起來喊 早安的那個有沒有 好像那一類的就是米果 它其實也有三顆方糖 甚至就是連我們在吃洋芋片 有沒有 因為洋芋就是鹹的對不對 洋芋片其實我去看 就是最高一樣100公克 最高都可以有得到1.3公克 1.3顆 是喔 我覺得有些東西 真的是隱藏性的 給大家看一下 給大家猜一下 這也是一個梅子 這個梅子 如果你今天吃完一包 然後會有6顆方糖 1包 這樣子 這個咧 這個會有10顆方糖 怎麼可能 對 怎麼可能 這個有10顆 因為它的復原料 就叫做糖 他們寫 現在都要寫得很清楚 對 為什麼有 是放在那個魚乾對不對 真的 魚乾 因為好像有點 對... 然後硬硬的 對 為什麼就是 我們一直都會提醒 就是甜 就是鹹的東西也會隱藏甜 甜的東西有時候也會隱藏鹹 因為兩個就是要配在一起 才好吃 對 我現在這樣吃還很順口 對 都不會斷 那我要問一個 我真的不敢相信 我好想吃吃看 我真的很可怕 因為我前陣子 我要問一下 我問一下 因為我前陣子 有還購一箱那個芒果乾 然後因為我朋友說 你就是女生 要常吃這種水果類的東西 我想說它應該甜是水果的湯 可是我剛剛看到這些 我覺得好可怕 會擔心 芒果乾會不會很燙 會不會很好吃 其實一般我們買這種 所謂的果乾 大家都知道 吃水果很健康 有時候沒辦法吃水果 我們吃果乾對不對 對 但是剛才那個營養師講的 其實最恐怖就是 鹹 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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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它混在一起 我們的味蕾會很刺激 所以你看這種果乾類的 其實你看它的標 以前我們都沒有 國家沒有規定要標糖 現在標了你真的 看了你會嚇到 這一包 是100公克 這裡面的糖有81公克 81公克 等於是10分 10分之1 10分之8 10分之8 10分的東西裡面有8分的糖 因為這種果乾類 通常都要用糖當防腐劑 所以要用糖去熬煮 再把它烘乾 所以比較不容易壞 對 不加天然防腐劑 不加一般化學防腐劑 它怎麼保存它 它只能用糖 用糖製它的話 像我們做 你做很多那種菸梅子 蜜餡料理 大部分都用糖水去煮 對… 熬煮過後 再拿去烘乾 它才會這樣 所以表皮你感覺這樣 看不到糖對不對 感覺很健康 其實隱形的糖還滿多的 真的